网络交友真的是要提高警觉 有一名只有20岁 他长得呢 有点像是艺人孙邪志和王仁普的综合体 就这样靠着俊俏的外表和能言善道 这名灵性男子专门骗女网友 而且骗财又骗色 警方粗估从南到北 至少有30几人受害 姐姐妹妹看清楚了 这个年仅20岁国中毕业的灵性男子 靠着一张俊俏的脸蛋和能言善道的嘴 在交友网站上诈骗女网友 至少30几人受害 外表长得也蛮不错的啦 他就是这样子骗 讲说他 他说他妈妈死了 那被害人就 就借钱给他 灵性男子就连到了网咖也不安分 还会司机偷其他人的财物或手机 而这样的网络行郎 让很多被骗的女子恨得牙痒痒的 警方灵机一动请网友发动人肉搜索 就有一名灵性女子 假装要和嫌犯见面 约在左营高铁站通知警方歹人 高铁这个左营站见面 而这个吴小姐就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 就当场在那边找到他 灵性男子前后至少骗了二十几万元 他还把白花花的新台币 当作战利品排成各种图形贴在网络上 丝毫不觉得羞愧 也不想想有多少女孩子被他骗财又骗色 每天以勒起点真心幻觉情 这次请根本期发了我们